交通部长陆兆福话音刚落 前部长魏佳祥立刻说感到失望 认为对方没有回应到两大核心问题 那就是从吉隆坡飞到陡屋 要价超过1000令吉 而且机会公布应求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亚航或亚航超级应用程式 禁止售卖马航机票 那么陆兆福又有什么对策 交通部总不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问题存在下去 那魏佳祥傍傍晚在脸书发文翻旧账说 当初火箭领袖就曾经拿东西马 来往航班要价超过1000令吉的事 来责难他 如今他就追问陆兆福 有没有办法降低吉隆坡飞往陡屋的票价 同时增加机位 好让人民以更低廉的价格回乡过节 魏佳祥强调 不是要强迫西蒙对先大选宣言 让飞往沙巴的机票降低到199令吉 事关新首都飞往陡屋的经济舱票价 单程竟然要价3138令吉 航空委员会必须调查是谁在牟利 那另外针对自己被指用亚航超级应用程式 来查马航机票 魏佳祥就宣称 许多消费者都会用第三方平台 来搜索机票和酒店货比三家 那魏佳祥也婉拒了陆兆福的邀请 不愿意起送机 他只想帮助更多需要便宜机票的人 向陆兆福求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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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